各位大家好 今天很難得來 綁航他的音樂館 為大家做一場 比較是 完全即興的一個鋼琴獨奏 那聽到鋼琴獨奏 可能會覺得說 是不是 就是 一直聽一直反過來 聽這樣的一個人在演奏 會不會聽到 就是 可能沒有一些不同的頻率的響度 會覺得很無聊 那或許 今天我的主題是一個 腦內即興 那 這個即興 就是我們所講的就是自由演奏 那 我完全沒有 樂譜 我也沒有 我現在正在 醞釀 即興的創作 即興的 即時演奏 剛剛有一點出了trouble 這個愛沛不是樂譜 反倒是我要講話的講稿 那 也不是講稿 就是我希望是用鋼琴來說故事 來看故事 然後帶大家去 我們講白話的神油 就是你們可以藉由我的音樂 去感受 每個人對我彈錯的旋律 可能每個人想像不一樣 這就是我所謂的即興 那當然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一個 即興的 腦內空間 那 藉由這樣子的即興 我希望 我 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些 比較有趣的事情 包括 包括 雲行 包括 我喜歡 登山 尤其是台灣的百樂 甚至於 台灣的 一些 自然美景 那 我希望藉由 我的音樂 那 我是什麼樣的音樂 其實 很多 因為我知道這邊 大部分都是 古典的 樂曲 比較居多 那 我的音樂 涵蓋 包括 東方的 音樂 宗教的音樂 甚至於 我最擅長的 爵士音樂 那 反倒古典音樂 在我年輕的時候 就已經 沒有再繼續接觸 那我 一直接觸 爵士音樂 流行音樂 包括我 會去 尋找一些 不同的 甚至於說 新世界 新世紀的音樂 那 我有做 前陣子有做一些功課 有了解一下 古典樂派 古典樂裡面也有所謂的 即興曲 那即興曲 是在浪漫時期的那個階段 大概18世紀 但是 其實 後 到後來的延伸 他還是有一些 樂譜的記載 那 我今天要表現的 可能是也是 對我來講 也是一種 挑戰 也不是說 這個挑戰不是說我 我很擔心或是很 因為其實我很多 最近的一年來的專輯 都是我自己在我自己錄音室 也是這樣 齊心的方式 直接錄下來 就直接 做成專輯 那當然第一次在這樣現場表演 這是第一次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的一個挑戰 那好 那我大概先前提這樣子 先稍微 讓大家了解我所要表現的一個樂譜 那一開始我就先從我的腦 這個主題 腦內即興 就是由我 腦內即興 即使 一個頻率 一個響應 感受到我必須要彈什麼東西 我必須要表現什麼樣的意境 表現什麼樣的感覺 那也因此這樣我 今年有發了一張叫 腦內即興 就是我今天的主題 好 那我們就先從我的 一個頻率 因為我這個腦內即興的 專輯名稱就叫頻率 好 就是我們每個人腦內都有很多 就是都 都會有一個頻率 那是 你會感應到什麼樣的頻率 好 那我就先不多說 先來 好 詮釋這樣一個我自己 腦內 可以釋放出來的頻率 好 謝謝 請聽 沒有 沒有 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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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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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